我們可以在正式場合穿上休閒的服裝 如果你想要休閒一點可以搭配牛仔褲 而如果你想要換起波及米阿蜂 則可以選擇碎花的設計 那麼以下是TJ替大家統整的五種搭配 足以證明長褲加上連身裙擁有的無限可能 那麼在2024年我們如何根據秀場 將長褲搭配連衣裙才能穿出優雅的搭配呢? 首先第一種搭配方式就是小黑裙加上喇叭褲的搭配 如果你有連身裙就不需要春夏流行的襯衫了 正如Brendon Maxwell在本集系列中展示的那樣 這個紐約品牌將經典的小黑裙搭配喇叭褲以及高跟鞋 這種優雅簡約的選擇帶有懷舊氣息 可以讓風格更具吸引力 不只能在辦公室穿著 晚宴或社交聚會都非常適合 接下來第二種搭配 非常適合即將到來的炎熱夏日 沒有錯就是波西米阿蜂林衣裙 加上牛仔褲 波西米阿蜂林衣裙最適合與牛仔褲搭配了 包括直筒與修身的設計 都可以很好的修飾身型 Zammer們這一款帶有蕾絲細節 透明面料和花卉圖案的長裙 搭配藍色牛仔褲 以及白鞋是波西米阿風格的完美選擇 緊接著第三種搭配方式 我相信是平常喜歡優雅知性的女生會喜歡的風格 沒有錯就是襯衫連身裙 加上條紋褲的搭配 是的你沒聽錯 時尚女性已經準備好將襯衫裙與條紋褲搭配了 加上腰間的條紋蝴蝶結 這是一種成功的穿衣公式 Alberta Ferrati 向我們展示了成功造型的秘訣 例如不要將領衣裙的扣子全扣上 選擇飄逸的材質 巧妙的修飾身材 剩下的就可以交給高跟良鞋 來完成整體感 我們可以常常在米蘭、西班牙 或者是海濱度假聖地 看到這種類型的穿搭 接下來第四種搭配方式 非常的可愛 沒有錯就是吊帶背心長裙 加上經典白褲 最具帶感的背心長裙 總是引人注目 無論像平常一樣 搭配良鞋 還是外搭白色正裝褲 都非常適合 透過這種穿搭方式 可以換起一種無可挑剔 簡約且非常優雅的形象 很簡單的就能成為 全場著裝最出色的人 如果再配上一雙 白色高跟鞋 就非常成功了 接下來這個組合 我相信是平常喜歡單一 簡約的女生會喜歡的款式 沒有錯就是斷面黑裙 加上黑色褲子 黑色也是2024年春夏的主色調之一 但與其選擇剪裁合體的西裝 或者中長連身裙 不如選擇兩件式的穿搭 例如黑長裙 外搭經典長褲 這種風格搭配 能彰顯自然 樸實優雅 而這也證明 長褲外搭連衣裙 適合任何風格 以及年齡 只要找到適合自己的衣服即可 那麼以上就是本週 時尚週報跟大家分享的 關於長褲外加連衣裙的搭配方式 這樣你知道怎麼穿了嗎 我們可以在這個夏季 選擇你喜歡的長褲 以及連身裙的搭配 不管是在正式場合 還是休閒活動 都可以散發出 你的時尚魅力 那麼記得持續關注我 也歡迎到底下留言跟我分享 你們也喜歡這幾款搭配嗎 但在離開之前 千萬不要忘記 幫我訂閱 按讚 分享 你們的支持 就是我前進的動力 那麼 我是TJ 我們下期再見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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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